同学们,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第三课谈遇见更好的自己 这是一篇非常灵感的文章 会告诉我们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变得更好 现在,让我们一起进入这个充满希望的世界吧 第三课,谈遇见更好的自己,课文导读 这篇文章主要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 只要我们愿意付出努力,就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文章里提到,通过不断地学习和成长 我们可以超越自我,创造美好的未来 第三课,谈遇见更好的自己,写作特色 一,正面与反面论据 文章用了很多例子来说明观点 比如,他提到了严长寿的垃圾桶哲学 这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告诉我们只要不断学习 就能不断成长 同时,他也举了反面的例子 如神童方仲勇,他因为放弃学习,最终变得普通 这样正反对比的方式,让我们更容易理解作者想表达的意思 二,具体方法 文章还提供了一些具体的方法 帮助我们实现自己的潜能 比如,找到自己的优势或亮点 然后设定目标,努力朝目标前进 学习严长寿多作多得的态度 通过不断实践来提升自己 学会在困难中寻找解决方案 这样我们每天都能超越昨天的自己 第三课,谈预见更好的自己 学习策略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些有用的学习策略 分解学习,把文章分成几个小部分来学习 每次专注于一部分内容 这样不会太累 多种感官学习 你可以试着大声朗读文章 或者录下自己的朗读 用耳朵再听一遍 这样可以帮助记忆 实际应用 试着把文章中的建议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中 比如,你可以设定一个小目标 每天做一点点来接近这个目标 这样你就能感受到自己的进步 今天我们学习了如何遇见更好的自己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都有潜力变得更好 只要你愿意努力 设定目标 并且勇敢地去追求 你一定可以达到自己的目标 希望这篇文章能鼓励你 让你在学习和生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如果有任何问题 记得随时向老师提问 我们一起努力 成为最好的自己吧 加油